來關閃美國南家州 中路教會所發生的臺A臨書 一四五雙的請求 僱秀是臺灣議民集文會 頭過實行有哪頭一次出場 現在發官有哪當一六月 齊集的團信到集文會 今天三個表示 會照著十號罪名 來替他起訴 相當強硬的面臨死刑 臺灣議民集文會 十五贏請 攻擊美國南家州二番 臺灣基督中路教會 造成大家臨書一四五雙的比招 目前比關於一個局勤的中央感 在此他在一個事情時 第一便出場要求願老提醒 邱先生您是否明白 並且同意把今天的期訓 延到六月十號 同意 agree 我跟同意六月七十 加團信集文會 局勤的檢查官說 集文會將會比醫生 摩扎 摩扎未歲 還有持有法律墨上十項罪名 被起訴 檢查官說 相當會被報告死刑 臺灣基督中路教會 中央十八位 為營養對抗嚴閒 三步行失望 對待醫生不愛 也強烈堅持報律 說受分無法出現必須理解 臺灣告示協會是說 合同會已經被美國看到是 中國政府的代理人 應該禁止合同會人力經臺灣 那在美國這個合同會已經被認為是代理人團體 但是臺灣 但是在臺灣他們像這樣子類似的團體卻躲在我們的自由民主的背後 然後持續著持續影響我們甚至影響我們的國家安全 外交部以後要禁止 中國統一和平促進會的成員入境 外交部 僑委會應該要清查在外單位是不是對這些統促團體有補助 臺灣告示協會說 國安黨議將要查清楚 臺灣通牌和中國的通政部深受關係 行政議立法議應該就外國代理人為害臺灣立法協助 對此立委強調將會研究修法 占對受分罪加黨修法 趕快這邊做些晚線 一家綜合部讀